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 鋼琴家 陈思慧 和王家静 会分别演奏贝多芬第20 和第29 鋼琴奏鸣曲 我觉得贝多芬在我 人生学习鋼琴之中 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我最喜欢的 其中一首作品就是 《月光奏鸣曲》 这首作品我觉得 和其他作曲家的月光 有很大不同 例如特表时的《月光》 或者中国作品的《彩雲追悦》 它们全部都是 你听到你会联想到一幅很漂亮的画面 有些很私情画意的意境 但反观《月光奏鸣曲》 它是以一个很沉重 很慢的 开头作为开场 随着作品的发展 就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激烈 我觉得这些全部 是源自于贝多芬 他自己的那种内心 很痛苦的情绪经历 对于《月光奏鸣曲》 和我今次表演的 这首《OPUS 49 No.2》 这首奏鸣曲 其实在结构上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月光》是长很多 蝙蝠大很多 《贝多芬》始终都是交響乐之父 所以无论是《月光奏鸣曲》 还是今次表演的 早期的《月光奏鸣曲》 它仍然都是 大家都会听到 有交響乐的元素在上面 会構成一种交響化的效果 《月光奏鸣曲》 《月光奏鸣曲》 要有币 ca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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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例如在他的慢樂章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是從Bm 他將這個音高半度 而將整個鍵降低三度 就無緣無故將暗變成光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Budelphine的腦 他可以用不同的元素去創造他的音樂 他其中一些裡面的意思 William Kempf說 這首歌就像Bark的副架曲的藝術 基本上他不是作給別人彈的 他作出來其實是一個 好像一個藝術品 你應該用來看,不應該用來彈的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想過 人家怎樣可以達到那些音 很多是很奇怪的轉手的位置 除了不就手之外 基本上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要找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甚至最後其實是無法解決的 但當然有時候就是因為他無法解決 他是一個不完美的呈現 所以也印證了人類 不完美的呈現才是一種藝術的創造 我愛你和他的鞋子 我愛你,這裏有甚麼不完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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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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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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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